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 张大爷平常身体还是可以的, 然而三个月之前,他发现脖子上面出现一个包块, 张先生平时工作比较忙, 而且脖子上的包块摸起来不痛也不一样的, 所以他就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,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。 张先生发现了,脖子的包块不但没有缩小, 反而还变大了,而且整个脖子看起来比较粗, 这个时候张先生才意识到了情况不对, 于是他就去医院就诊了, 到了医院之后,医生询问张先生的情况后, 检查结果显示了, 张先生的鼻炎部长了一个肿块, 而且病例检查其实就是鼻炎癌。 张先生得到治疗情况之后呢, 一时无法理解。 明明是鼻子出现了问题, 为何脖子出现了异常呢? 随后医生解释道, 病例检查的准确率是比较高的, 而且Bi本身也确实可以引起脖子的异常。 这时当我们体内出现了癌症的时候, 脖子也可能会出现异常的, 那么癌症来临的时候, 脖子可能会出现哪些异常呢? 一,体内有癌,脖子先知, 如果脖子出现了这三大异常, 可能是癌症在慢慢地靠近你。 一,颈部变粗, 对正常人来说, 脖子一般是不会变粗的, 但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说, 脖子是有很可能变粗的。 癌症患者出现脖子增粗的情况, 可能有两种的, 第一种是癌症细胞转移, 导致着脖子变粗, 压迫或者堵塞了, 上空静脉, 引起颈部血液回流不畅。 进而造成了脖子的肿胀。 第二就是癌症直接地转移, 扩散到了颈部, 由于颈部的脂肪比较多, 而且位置又比较显眼, 所以当它出现问题以后, 很容易被人发现的。 换句话说, 如果癌症处于早期, 由于它没有发生转移, 所以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看到脖子的变化。 但是如果脖子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粗, 那又应该重视起来了。 积极地到医院来求诊, 临床上像甲状腺癌, 鼻炎癌, 肺癌等, 在发生转移的时候, 很容易侵犯颈部, 从而引起脖子道增粗。 当发现颈部变粗的时候, 我们可以自我检查一下, 比方说触摸是否有包块, 包括了硬度和活动度, 是否有压痛, 有无节节, 周围分界是否清楚等等。 二, 脖子上出现了蜘蛛痣,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, 到底什么是蜘蛛痣, 这里我来介绍一下, 蜘蛛痣是属于皮肤小动脉, 为端扩张而形成的血管痣, 它的中心是一个龙起, 起周围伸出多个毛细血管, 从它的外形来看特别像一只蜘蛛, 所以就被称之为蜘蛛痣。 蜘蛛痣和一般的痣有点不同的, 如果用一根火柴压迫它的中心, 那蜘蛛痣就会消失的, 解除压迫之后, 蜘蛛痣又会再次的出现, 蜘蛛痣的形成和人体内雄激素升高有关, 在人体内, 肝脏是灭火雄激素的主要器官, 如果肝脏出现了问题, 那体内的雄激素水平就会升高达, 一般来说, 如果肝脏出现了异常, 口服病药等等, 就容易出现自如刺激的情况, 如果身体出现了癌症, 那它就有可能侵犯肝脏, 造成肝脏的功能减退, 进而引起气激素灭火减少, 导致颈部出现蜘蛛痣, 另外, 骨骆肌肉都固盗, 双肖挺逸双重保护, 女性的卵巢颗粒细胞瘤, 也会分泌大量的雄激素, 进而造成人体内雄激素水平增高, 从而引起颈部的蜘蛛痣, 虽然说颈部出现了蜘蛛痣, 并不一定就是癌痣的原因, 但是在排除了一些因素后, 就需要警惕是否得到癌症了。 三,脖子变黑, 在临床上,脖子发黑,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黑质皮病, 它引起的脖子发黑, 主要出现在脖子的背面, 一般来说, 黑脊皮病主要是和代谢异常有关, 即常见的病包括肥胖, 糖尿病, 多脑卵巢综合症, 某些肿瘤等等, 虽然黑脊皮病不是癌症, 但它可能却是某些恶性肿瘤引发的, 常见的疾病, 比方说胃癌, 胆囊癌, 卵巢癌等等, 都是可能会分泌某些活性因子, 进而引起皮肤的代谢出现问题, 从而导致黑脊皮病, 当脖子变黑的时候, 我们应该积极地寻找原因, 比方说肥胖, 是否因为使用了某些药物, 是否得到了多脑卵巢综合症, 在排除代谢因素, 引起的脖子发黑之后, 我们需要警惕癌症了, 和癌症治疗相比, 预防更为重要的, 虽然说当前的医疗技术比较发达, 但是癌症的死亡率特别高大, 主要是因为大多的癌症在早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, 一旦有明显的症状呢, 术时候到了中期或者晚期了, 而这个时候, 治疗的手段和治疗的效果都有限, 所以癌症的预防比较重要的, 根据国际的抗癌联盟的观点,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, 三分之一的癌症早期, 发现是可以治愈的, 剩余的三分之一癌症虽然很难治愈, 但是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, 延长寿命, 在临床上, 预防癌症主要有三级的预防, 具体总结为以下三点, 一, 一级预防的着手点, 就是从癌症的病因下手, 尽可能消除或者减少这类的因素, 其实大多数的癌症, 都和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的, 比方说吸烟, 喝酒, 肥胖, 运动量不足, 肉量瘦肉比较多等等, 为了防止癌症, 我们应该从这些病因下手的, 均衡饮食, 适当的运动, 避免接触振癌物, 尽量少吃腌制的食品, 保证充容的睡眠和愉快的心情等等, 并且接种疫苗也是预防癌症的措施, 比如接种乙肝疫苗, 人乳投流病毒疫苗, 就拿肝癌来说吧, 它的三部曲依次是乙肝肝硬化, 肝癌如果是提前接种乙肝疫苗, 进而降低人群中肝炎的发病率, 二级预防的癌症, 二级的预防主要是早期的辨别癌症, 然后对其进行治疗, 进而延长患者的生存率, 如果患者出现了持续性的咳嗽, 久之不遇的溃疡, 血经后阴道流血等等, 需要警惕癌症, 另外对于高危人群来说, 应该进行定期的体检, 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了癌前病变, 也应该提前对其进行干预。 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主要是指治疗后的康复, 其主要的目的在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, 延长寿命, 脖子也是人体健康的信号灯, 日常生活中, 我应该多关注脖子的状态, 如果出现了颜色异常改变, 不明原因的肿化, 持续的骚痒等等, 应该提高警惕, 密切的关注, 并尽快的就医检查。 好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,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,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是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